音樂開到最大聲 民眾熱舞宛如大型夜店現場 而美食區外 即便已經凌晨近一點鐘 人潮沒少過 嚴重影響附近居民安寧 這不是在台北新一區 而是在中山區的花博公園 美食街牆壁有大面塗鴉 差點連標示都看不清楚 連同廁所門 幾乎都逃不過被塗鴉命運 不只園區內 連花博外店家鐵門 還有巷弄內的牆壁 處處都是塗鴉作畫地點 從這邊爬的 牆面上大大的英文塗鴉 透過監視器畫面 凌晨三點多 四名男子在咖啡店旁徘徊 確定沒人時 一腳踩上店家搭建的小屋 在牆面大死盆漆 畫完後甚至還拍照記錄 行徑很囂張 就連對面採券好鐵皮 也都是塗鴉客傑座 附近店家不堪其擾 當然很困擾 第一個他已經破壞我的牆面 再來是算毀損了吧 他們全部都戴口罩 警察說沒辦法受離敵 他們可能只是更狂妄 晚上喝酒 那個有喧鬧 促進經濟是好事 你用廢法的模式再塗鴉的話 不應該要再修法 關個三天 議員揭露光是1999 近兩年沉寂花博和美食區的亂象 投訴就超過兩百件 甚至有民眾好心勸架酒客 還差點被毆 12月6號他的合約要做 重新的議約 重新針對 包括營業樣態 營業時間等等的相關的措施 把他放到我們的議約的內容當中 促進商家活路是好事 但如何兼顧周遭環境平衡 避免成為資安死角 北市府的相關配套 恐怕還得再補強 三列宣告示 白玉文 太報道